加州初选 选民投票缓慢 6月7日是加州中期初选的最后一日 在星期二投票站开放之前的投票率就令人沮丧 根据咨询公司政治数据情报审查的选举数据 加州只有15%的人在星期一晚之前 将选票寄往选举官员或者提前亲自到投票中心投票 在南肯高地的一个投票站 一班志愿者说他们只是见到少数的选民前往投票 开放了个几星期的投票中心 每日接待的选民不超过20人 今天在加州举行的6月初选投票 将会有助确定洛杉矶的下一任市长 也是对三藩市检察官的考验 选民也将会为州长以及美国参议员投票 即使民主党州长纽森 以及参议员亚历·克斯·柏迪拉 不会面临激烈的竞争 洛杉矶市长的竞选在今次投票之中最为激烈 洛杉矶选民被无家可归危机 犯罪和飞涨的房地产市长所困扰 情绪悲观 前三位候选人是民主党众议员海伦巴斯 英文库库开发商里克·卡鲁索 以及洛杉矶市议员海文德·内岸 民众可以通过邮寄 或者在今晚8点之前 亲自去到投票站投票 决定加州以及洛杉矶之后4年的命运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